天津是交换的大码头 交换着财富 交换着文化 交换着潮汐波光 在不断交替的时代风云中 二家拥抱了更大的世界 只是光阴流转 天象市场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焰当中 尔氏家族的故乡杨柳青的尔家庄也不复存在 幸好一份家谱复活了些许往事 这家伯最后到四个多年 哪里有别人对呀 我的台爷叫儿德财 台爷丈夫叫儿德胜 你爷爷叫儿德圆 儿德圣啊 叫儿德圆是亲哥们儿 亲哥俩 这个是我们家 说的还是挺对的 那个就是耳鱼真的来信里边 就提到一些人 然后这个 这也提到了 对 这就是我父亲名字 我父亲叫儿祈福 后来改成改名叫儿淑平了 我们二家啊 燕望扫北时候啊 属于那个补队 欺兵 主打在南宇和西亚 其名叫儿家壮 因为都姓儿 主要任务是 湖地 虎草原 开荒种地 到了1871年 弄里 六月下旬 慈牙河和南宇河 同时开口的脑洪水 把儿童从 当时二家人 这个奔赴 天津 北京各地 当时尔叶糖药店的两位东家 尔德城 尔德山 把家安顿在了西青区杨柳青镇 后桑原村 1876年 他们和老乡安文中一道 跟随西征军进匠 而洪旗 至今还保存着祖辈们当年 赶大营时用过的药品 从尔洪旗保存的药方来看 很多都是 屈属散寒 跌打损伤的方子 而叶糖这些祖传的中药秘方 在赶大营中起了大作用